恩福云朗堂的弟兄姊妹,你们好! 多谢何牧师邀请我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亦很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看《圣经》 去听神的话语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去祈祷! 慈爱的父神,感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求你去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听的、讲的 我们都一同得到造就,并且是听道行道,奉主明求阿门 说这么快,2020年就过了,鼠年就走了,很快就到牛年了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行花市,或者买盆靓花 说回2020年,不知道你的脑里浮起的是什么景象 我想起几个景象,可能你也想起的 第一个很深刻的景象,就是去年年初 在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之间,全香港的市民都涌上去买口罩 所以一天之内,全香港的口罩一掃而空 然后你就看到人们开始炒口罩了 300元,400元,500元都有 原价本来是五六十元的口罩,炒得这么贵 然后也有很多黑心口罩,假口罩,冒牌口罩 也有很多卖口罩的骗案 第二件事,我就想起米方和尺子方 可能你们都记得,突然有一天,有一些消息传出来 说香港快没了米,没了尺子了 于是,每个人真的冲去超市买米,买尺子 有些一买,买了十条尺子 有些一买,买了四五包米 于是,超市真的没了米,没了尺子 我又听有些夫妇说 连尿片都不够,真的很贫朴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放张 然后第三个情景,我想起的 就是以前可能乘升降机,大家会很有礼貌 大家进去,会帮忙按门的 就是开门,关门,几多楼 但是到了新冠病毒来到之后 大家开始很害怕做这个动作 你看到有些门键在,但你不想按 你宁愿有人帮你按了它 又或者你明知有人在冲进来 他很想进来 但你也不敢去按按键,帮他开门 又或者入到商场 就是你想去开门 但你也不想开门 你宁愿有人帮你开了门 然后人家开了之后,你就快点走了 我又想起一个情景 就是在路上,如果你听到有人咳 你听到有人騎了声 你就很害怕了,你马上走 很害怕自己惹到新冠病毒 然后你又很怀疑 他是不是又中个招 要不自己去验一下呢 疫情只是持续了一年 我们已经见尽很多的人生白态 人情冷暖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下去 病毒继续变种 过多六年,七年 那那个景象会是怎样呢? 到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呢? 今天的经文正正就是说到 末世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而地上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让我们有实体圣经的 我们翻开圣经 去马太福音24到25章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 你也可以打开手机 去马太福音24到25章 其实是特别写给犹太人看的 所以你会见到它引用很多 旧约的经文 也很多时候会提到以色列 而24到25章 其实是整篇广章来的 是耶稣一气苛成所说的广章 当中很详细描维了 末世七年大灾难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七年大灾难 在旧约都有提过的 就是但以理书九章 那里说第七十个七 而主再来的预兆是什么呢 他又很详细地说到 之后耶稣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 去教门徒怎么预备主耶稣的再来 这些比喻包括我们熟悉的 十个同队的比喻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比喻 而比喻所强调的 就是门徒要警醒、要忠心 去等候主再来 末世七年大灾难所说的 和现在我们所见 好像有些相似之处 比如又有瘟疫、又有战争、 有地震、有饥荒 但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天灾人祸 和将来所相比 其实都是小无见大无只 如果大家留意 啟示录 六章到十九章 你就会发觉到 原来真正的七年大灾难 战争、饥荒、瘟疫、地震 只是头三年半所死的人数 就是全世界人数的一半 就是说如果全世界有七十几亿 到时三年半就死了三十几亿人 而后三年半 敌基督假先知 就会对犹太人和所有的信徒 进行前所未有的迫白、屠杀 这些屠杀是世界性的 即是说 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 你移民到哪个国家 你都要面对这些迫害 到时候基本的粮食和食水都会缺乏 但是全世界的人 如果你不是屈服在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脚下 你就没办法可以买到食物和水 而二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又说到 那时其实还有很多假基督和假先知 有很多人会说 我就是主耶稣再回来了 我就是先知了 我知道耶稣何时回来 那如果他们可以行神迹、行歧视 可能你都会开始心动动想信他 而在那个时候 甚至连以色列人或者选民 他们都会被迷惑 到时候因为人人自危 食物又不够、水又不够 所以大家开始爱心会冷淡 大家都不想帮人 想先顾自己 如果你听到一头没水 不知道我说什么 很鼓励你去报主学 或者报恩福神学院的圣经课程 那你就会明白多些了 由此可见 要在艰难的日子 仍然是坚信圣经所在的耶稣 是真正的救主 拒绝去敬拜世上的神 真是很困难 而要在世界性的大饥荒、大地震、大瘟疫里面 仍然是愿意将自己 仅有的食物、仅有的水、仅有的金钱 和其他人分享 这个就更加是难、常加难 就是在这样人人之危 三餐不计的情况之下 那时候的人 他们会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呢 而带来的结果 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看二十五章 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吧 一、二、三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经文所描述的就是人子 主耶稣基督 他再来的时候的情景 第一次来到 相信大家都很记得了 主耶稣是用一个BB的样式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但第二次就不同了 他是威风凛凛的 和所有圣洁的天使 一起再来 主耶稣会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他又是王 又是审判官 而这一刻 亦都是旧约有记载到的 以赛亚书66章 但以理书7章 约义书3章 都有提及主耶稣的再例 和这一次的审判 分别出来这个举动 其实在马太福音13章都有的 那里讲到 墨子和碑子要分别出来 好的海鲜 不好的海鲜 都要分别出来 这件事是说审判 好的呢 善良的呢 就有赏 有罪的呢 就要受罚 绵羊山羊的审判 对象是说 七年大灾难的幸存者 即是他们经历过这些战争 地震 饥荒瘟疫 他们还有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到时都皮包骨 那到底我们这些教会信徒 要不需要经历这一次的审判呢 相信是不用的 按照贴策罗尼加 前书4到5章 那里讲到 教会在灾前 或者最迟去到灾中 是已经被看的了 所以教会时期的信徒 是不需要接受这一次的审判的 我们是很荣耀地 跟主耶稣基督一起 再来到这个地上 然后旁听这一次的审判 在以色列他们牧羊的时候 又有绵羊 又有山羊 有时候食草就被他们一起吃 但是到晚上 就要分开两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山羊 你看到毛是薄一点的 但是绵羊 它的毛是软软厚厚的 是很温暖的 所以山羊就要养在一些很温暖的地方 去过夜 但是绵羊 就冷一点都可以的 两种动物 本质上都有很大的分别 绵羊是很温顺的 而且它是大近视的 我不知道有多深 可能七百度 八百度 但是呢 因为真的看不清 它又要黏着旁边的 所以就有一样东西 叫做羊群心理 因为它很害怕走错路 所以就黏着旁边的 而且它会很乖地听牧羊人的声音 认着声音在哪里 它是不会刻意去离群的 相反呢 山羊就很独立了 它是很喜欢自己到处供的 有时去一些幽谷 有时去一些很陡峭的缘崖 周围找食物 那就是比较反叛少少 可以说 因此绵羊很多时候是比喻神的子民 右边和左边有什么分别呢? 右边在犹太文化里面是尊贵的 受祝福的 在这里右边也是赏赐的一边 审案要看证供和证据 这次的審判有什么证供 有什么证据呢? 我们一起再看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吧 一二三 于是 黄腰乡那右边的雪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作为监女 你们来看我 绵羊承受的国 是什么国? 就是天国 主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后 祂就要在地上作王 整整一千年 然后进入新天生地 于是绵羊就和主耶稣基督 一起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并且有很多赏赐 包括一些统治权 有很多荣耀的冠冕等等 讲到绵羊可以入天国的原因 王列出了绵羊六个例证 比如供应善食 接待客女 这些都是犹太人最基本的代客之道 是摩西五经都有提及的 也是太摩太前书所说的 做监督、做长老、做执事的基本条件 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衣服 也是《生命记》十五章有关的 探病的 主耶稣经常都探 不止探,还医埋 探监也有在圣经提及 比如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十三章 以上种种都是例子 是王好轻易就举到出来的 这些都关乎人身心社灵最基本的需要 也是爱人最基本的行动 大灾难期间 其实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多人害怕 在敌基督掌权之下 有他人和信徒要大仇逼白 衣食住行什么都缺乏 但这些绵羊 他们心甘情愿将自己仅有的 和其他人去分享 难怪他们蒙父神去赐福 让我们一起再看三十七到四十节 二人就回答说 主耶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吸你吃 喝了吸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女留你住 或是赐身露体吸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女来看你呢 旺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人 这些是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周师做在我身上了 主的弟兄就是说 耶稣的门徒 即是大灾难期间 所有的信徒 特别是说一些 犹太罪的信徒 启示六十二章 他告诉我们 撒旦是会千方百计 想杀死地上所有的犹太人 也会逼海外邦信徒 因为他们会传福音 从而去阻止 旧约的阿伯拉罕之约 土地条约 大卫之约等等去应验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记三十章 讲到 终有一日 以色列整个国家 他们都会悔改归主 然后他们就会经历复兴 而罗马书十一章 也都讲到类似的经文 就是当外邦人 他们得救的人数添满了 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 所以撒旦就是千方百计 要阻止犹太人去信主 阻止他们去悔改得救 然后就是阻止圣经的预言应验 他就觉得自己威力了 所以在大灾难期间 所有的犹太人和外邦信徒 都是撒旦迫白的对象 接待他们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也都会受到牵连 那当然了 二人就不是靠行为去得救 二人在大灾难期间 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和其他信徒 就意味着他们是坚信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因为信主 他们知道敌基督是假的 所以他们不怕苦不怕死 他们都要去爱人去帮助人 这些是他们信主爱主 有基督心肠的表现 留意二人反问王 他们什么时候帮过王呢 这个反映他们 服侍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为了有回报 所以去服侍 而是单单因为心里面有爱 所以他就活出这个爱 可以说帮人 已经是他一个习惯了 所以他帮助我都不觉 以上的经文给我们第一个的勉励 就是既然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 有永生有得救的盼望 我们就可以继续无惧逆境 继续活出主爱 这样就可以得到主耶稣的赏识 既然我们是有永生的 既然我们有得救的盼望的 我们就可以无惧一切的瘟疫 一切的地震 一切的战争 饥荒 勇敢地去活出这份爱 而将来我们都一定会得到 主耶稣的称赞和赏识 经文所说的是 活世七年大争难之后的审判 但道理对我们都同样适用 弟兄姊妹很欣赏欣福元朗堂 无论在顺境逆境 都是很积极去活出主耶稣的爱 听到何牧师何师母去说你们 仍然是很努力的去派抗疫包 去做家访 而在年根衰晚 你们又去派福音丹章 心里面实在为你们很感恩 相信你们的劳苦 你们的付出 主耶稣一定会赏赐 一定会称赞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侍奉到 都有些灰心 有些疲乏 希望这段经文都成为你的激励 因为主耶稣知道你的劳苦 他一定会赏赐 除了一般我们会接触的街坊之外 可能有一群人 大家会比较少留意到 他们就是香港的少数族裔 元朗区其实也有很多少数族裔 有南亚裔的小朋友 有印尼姐姐 也有非洲难民 南亚裔的小朋友 他们学中文很困难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补习 他们的父母有时听不明白新闻 所以他们都需要有人去关心他们 将疫情去跟他们分享 印尼姐姐都需要关心 他们在香港很孤单 他们又不太懂广东话 或者懂一点 但是有些不懂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教广东话班 或者教他们煮中菜 非洲难民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我听一些宣教士分享 他们在成功拿到难民身份之前 每个月只得一千多元的津贴 是用来搭车 吃东西 生活各样的洗肺 一千多元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所以真的很不够 他们最多只能住在铁皮屋 住在货柜 甚至住在珠篮 住在这些地方 会怎样呢 就是相对论了 夏天就相对地热 冬天相对地冬 所以是非常之困难和辛苦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他们的需要呢 话说在几年前开始 恩福中心已经开始又服侍一些小数族裔 比如帮一些南亚裔的小朋友去补习 又或者是开印第姐姐的中心 去教一下吉他 教一下广东话班 教一下煮中菜 又或者是被他们聚会 又团契 都很明白 疫情之下真的很困难 各种这些东西都受到阻制 但是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可以关心他们的 比如我们两个两个 去关心街上的印第姐姐 或者南亚裔的小朋友 都可以的 或者我分享少少 到上个月的一些经历 话说有一阵子是很冷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是寒流乘港 整天一直住都是十度八度 那阵子每个都是吃火锅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卖急冬肉的那些店 是大排长龙 那时候我就想起 香港的非洲难民和少数族裔 他们都很需要预寒的衣物 那怎么算好呢 那我就祈祷 就是跟神去说 看看可以怎样帮到他们 那又很感恩 我联络到一些 做本地非洲人的宣教士 他就告诉我 在哪里有这些非洲难民 以及可以怎样祝福到他们 于是我妈妈和一些同工 弟兄姊妹 我们就一起 立刻找一下衣柜 看看我们有什么多出的寒衣 冷衣 乳涌 我没想到 真的很快收集了很多袋衣 原来大家都很丰足 其实衣服是穿不完的 所以转眼间收集了四大袋 于是我们就联络宣教士 一起去赠送这些衣物 给那些非洲的难民 和少数族裔的小朋友 很感恩 他们收到这些礼物 他们很感动 而且很感谢我们 有一些未信主 他们都对基督教有很正面的印象 很欣赏 很感激我们 新的一年 不知欣福元朗堂 会不会想更上一层楼呢 会不会想尝试去接触一下 这个很少接触的群体呢 我都记得欣福元朗堂 之前都有一些非洲的混血儿小朋友 可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去扩阔这个行动也不一定 去尝试接触印尼姐姐 南亚裔小朋友 又或者非洲人 另外我们都一起 和祖元 和猜传小组 和何牧师 或者何牧师 一起去祈祷 我们去尋求神的带领 看看我们在这个逆境的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去活出神的爱 之后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41到46节 在一个PowerPoint上 我只是展示了两节 但我会读完给大家听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了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吸我吃 喝了 你们不吸我喝 我做客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吸我穿 我病了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做客女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女 不适候你呢 王又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我 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 要往永迎里去 那些疑人 要往永生里去 审判时候 所需要的表证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可能你都听到 重重复复 都是那些字眼了 就是由信、望、爱 而来的六个表证 六个行动 那当然了 山羊就不是做善事 做得不够多 積音得足 積得不够多 所以上不了天堂 而是因为他们本身 根本就不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得不到赏赐 反而是要因他们的罪 去经历永刑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他们是没有信耶稣基督呢 我们可以留意 看一下启示六十三章 启示六十三章讲什么呢 就是讲到那时候 敌基督是全世界的 政治、经济、宗教的领袖 就是说世界上 没有别的总统 没有别的宗教领袖 只有他的而已 而当时的人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 好像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 就只是敬拜敌基督 屈服在他的政权之下 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冒死 去继续信耶稣 虽然人家看到 整个世界都是他玩完了 但你仍然选择信耶稣基督 山羊是否专门不信主呢 未必过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原来敌基督是假的 他不知道敌基督是六七年 他就要被耶稣基督去毁灭 所以他们就因为不信耶稣基督 他们要面对永火 永逆 和神永远去隔绝 而二人呢 就因为他们坚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可以得着永生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可能大家很熟悉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腐那里去 那怎样才可以让这些山羊 知道敌基督是假 而主耶稣基督才是万王之王呢 方法就是用我们爱心的行动 去松讨 向微信主的万民作见证 留意哦 主的弟兄未必是在接受帮助之前 已经信了主的 未必是说绵羊 看到他是基督徒才帮他 而是可能绵羊去帮一些 未信主的人 然后这些未信主的人 他很奇怪 为什么他这么艰难都帮自己 于是他就很感动 就信了耶稣 同样道理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们信穆斯林 即是信伊斯兰教 信印度教 信佛教 信佛教 又或者其他的宗教 他们都是信得很虔诚的 他们不明白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另一个神 或者为什么第二个神 是可信一些 而有他人 也都真是很深硬的 他们可能要去到大灾难的末期 很后很后他才觉悟过来 去信耶稣 所以他们需要信徒 付代价的爱心行动 再加上我们生命的见证 福音的见证 这样他们才会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以上的经文 给我们第二个勉励 第二个勉励 就是我们要趁主在来之前 要把握时机 向万民作见证 趁着我们还有一色上传 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只要把握时机 向每一个民族的人去作见证 马太福音24章14节也说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抹其才来到 在逆境当中 我们想去短孙想去旅行 可能都遥遥无期了 但少数族裔就是香港 他们肯有一个在左近 绝大部分的南亚裔 印尼姐姐、非洲人 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才是真神的 所以 没有疫情的友谊报导 是我们本地跨文化报导 一个很好的开始 而他们此时此刻的切身需要 就是他们的切入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个奇遇 话说我家里 楼上住了一个印度的家庭 我一直都很好奇 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家里 每餐都吃咖喱 又或者他的烤饼 不知道如何烤出来 很好奇他家里有什么摆设 有什么傢俬 是不是满天神佛 我想认识他 但其实我也怯的 我也怕丑 我也胆怯 所以就祈祷 祈祷看看神如何去开路 没想到去年年初 有一次 那位印度太太 Arunna 她看到 郭虹传道揹着一支 吉他 她就很好奇了 就问郭虹 你是不是会弹吉他 可以教我 于是郭虹就开始教她弹吉他 我亦都上去跟她学 如何做印度咖喱 于是我们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到了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了口罩赤贫户 家里真的只剩很少口罩 所以我们就将紧有的口罩 分了一部分给他们 后来他们要装修 要跟装修师傅沟通 他们听不明白广东话 所以我们也帮她做一些翻译 很感恩 Arunna 她本身虽然是印度教徒 真是满天神佛 但她是对我们信什么有兴趣 她会主动问我们 你翻崇拜你做什么 即是復活节 其实是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 一点一点地跟她分享信仰 虽然她还没缺词 但我相信福音的种子 已经杀在她的心里 大兄姐妹 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附近 有没有一些少数族裔呢 可能你家里 或者你旁边 已经有的印尼姐姐了 或者也有一些南亚裔的家庭在附近 又或者你也见过一些黑黑黑的非洲难民 盼望大兄姐妹尝试去为他们去祈祷 去求神去开路 盼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 除了向本地的少数族裔去作见证 也都希望大兄姐妹继续奉献去支持一些宣教的事工 大家可能很熟悉Milk和Paul 他们的阿卡族 又很熟悉日本 今天跟大家介绍多一个民族 他叫做富伊族 富伊族不富有 其实是很穷的 如何穷呢? 就是她整个家庭每个月的收入 只有港元一百多元而已 一百多元是多少呢? 可能是你一两餐deliveroo 这样就吃了 但他整家人一个月只有100元左右 而这些是未得之文 意思是他们福音派信徒 得少于1% 他们是没有宣教士 没有教会 甚至圣经都未翻译完 所以他们是很需要我们去奉献 去支持宣教士的工作 让他们可以继续无可顾之忧的 去得着这些未得之文 今日的经文教终我们 我们既然是因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就可以无具逆境 无具艰难 继续彰显主爱 把握时机向万民作见证 这样我们将来就会得到主的称赞和赏赐 让我们一起去祈祷 唱了天父 感谢你 你首先去揀选我们 让我们有福气 去成为你的儿女 可以听你的话语 主耶 原来去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作一个福音的使者 将你平安的福音 传给这个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传给少数族裔 传给南亚裔的人 传给印尼姐姐 传给非洲人 传给泰国人 传给日本人 主耶 求祢指教我们所当说的话 圣灵去为我们开路 亦都引导我们的心 希望我们每一日 我们都为祢而活 愿祢猜显我们 去走出去 向这些万民作见证 奉主明头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